那么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 这个重要点呢 就是自关联啊 什么叫自关联呢 我们前面应该给大家说过 对吧 就是啊 你现在先看这个图 我们这里面有三张表 假如说我们有三张表 一个呢是省表 一个是市表 一个是线表 那么在这个省表里面呢 我有一列ID 然后呢有这个省的名字 在市表里面呢 我有一列ID 一列是这个市的名字 另外一列呢是这个 市的所属的省的ID 对吧 然后呢这两个表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一对多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线表啊 线表里面也有这么几个字段 一个呢是ID 一个呢是 名线的名字 另外一个是他所属的市的ID 对吧 那么这两个表什么关系 是不是也是一对多 我们如果是建三张表的话 省市线 这三张表的话 这三张表之间 省和市是一对多 那么市和线呢是一对多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啊 这个表的字段 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在 一张表里面 那一张表里面 我就可以建三列啊 一列是这个ID 另外一列呢是title 就是这个地区的名字 那么再往下呢 我再建一列 叫做apparentID 就代表我这个地区 它对应的这个 副级的ID是谁 对吧 那么省呢 它没有上级地区 那么它的复级ID呢 就为 那 就为那 那么这样的话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如果把这些数据 放在一张表里面 那么这一张表的数据之间呢 就有这种一对多的 关系啊 就有这种一对多的关系 只不过它放在这个一张表里面 那么自关联 它的本质啊 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一对多 只是这些一对多的数据 都在一张表里面啊 都在一张表里面 那么这些呢 怎么做啊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创建一个地区模型类 那么这个地区模型类之间呢 它就是类跟它自身 有这么一个关联啊 那么这个呢 比如说我要建一个地区模型类 我们把上面的这个 这几个类我就先注视掉啊 这几个类我不用它 好 我们把它呢 把它注视掉 好 我们下面定一个类啊 比如说我定一个类叫做class.l info 那么它呢 继承于models.model 它呢 是一个地区的模型类啊 它是一个 这里面就是对应着一个地区啊 模型类 那么这个地区模型类的话啊 首先一个地区的话 它应该有一个标题对吧 比如说我叫做a title啊 a title 那么这里面呢 我就叫models.chel field啊 麦克兰斯呢 我们等于这个20啊 这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地区的名称啊 地区名称 好 那么除了这个地区名称之外呢 现在这个地区名称 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复级的地区 对吧 它应该有一个复级的地区啊 那么这个复级的地区啊 我们说我们建表的时候 这一列 a parent ID 它是不是一个外建 这个外建是不是就对应这个表的主件 那么在我们定一类的时候呢 你应该定一个关系 属性啊 你应该定一个关系 属性 那么这个关系属性呢 就代表 哎 它就代表啊 代表我们的 当前地区啊 当前地区 它的一个 复级地区啊 它的复级 地区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要建立这种关系的话 我们是这个类 跟它自身有了一个关联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关联 那么自关联怎么建立啊 它既然是一种特殊的一对多 所以呢 你还是通过这个 models啊 models.forenk 建立这种一对多的关系啊 就是通过models.forenk 去建立自关联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写谁呢 直接写上一个self啊 写上一个self 代表这个类 跟它自身有了这种关联啊 有这种关联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关系属性呢 比如说我叫apparent apparent啊 然后呢 因为这个复级的ID呢 是允许为空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 写的 这里面你就需要指定这个 now呢 等于 true啊 允许它为空 比如说后台管理 我也允许为空 我就写上一个blank等于 true啊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类呢 就建好了 我们这个类就建好了 就是a title apparent啊 定一个关系属性 这个关系属性呢 是跟类跟它自身建立一个关联 因为自关联是特殊的一对多 所以建立自关联 也是通过models点 400k 那你把它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生成这个表啊 生成表 哎 我们就把这个退出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啊 paston manager pui make啊 magerations啊 magerations啊 OK 那么创建这么一个类 对吧 然后创建完这个类之后呢 下面呢 我要创建啊 我要生成这个表 paston manager pui 直接写上一个 mager read啊 OK 那么现在呢 哎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数据库里面这个表啊 直接在这边 你去收 tables 哎 看不看到出来一个booktest的l info 对吧 然后看一下它表结构啊 dsc 哎 叫做booktest啊 booktest 然后呢 写上一个error info啊 l info 好 然后哎 回车 看一下它表结构 是吧 id atitle 是不是还有一个aparent的项眼 id 对吧 这个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外界 哎 就是这个外界呢 只不过它对应着自身表的这个主件啊 就是它跟它自身起了一个关联 这叫做自关联 那么哎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往里面去插入一些数据啊 我在这边呢 有一些数据哎 在我的temp里面呢 有一个啊 有一个叫做哎 errorse的cycle文件啊 这个cycle文件呢 我们要往这个表里面去加一些数据啊 然后把它加过来 啊 那首先啊 我先进入我 我先退出这个东西啊 退出之后 我进入我的那个界面啊 cdcd进入我的这个desktop啊 cd进入这个temp啊 ok 哎 我们这个server文件就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 然后我进入我的中端 mycycle-u root 然后呢 然后呢 钢P 然后呢 写上一个mycycle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切换数据库啊 u4bj18 哎 切换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 现在我要把我的这个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把它插到表里面去的 对吧 我们给大家讲过啊 p量执行一个cycle语句 直接是sauce啊 sauce 直接写上这个errors啊 errors点 cycle 好 回上 哎 这里面他就把这里面的语句呢 都执行完了 哎 执行完之后select 行 from我们的book test下面的 error info啊 那么你去查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这个数据了 对吧 哎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哎 我们下面呢 要用自关联去做一个案例啊 我们要显示出广州市的上级地区 还有它的下级地区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做好的例子啊 然后把这个啊 把这个我就直接deactive的啊 然后呢 进入这个啊 cd cd的话进入我们的bj16啊 然后 cd啊 进入这个 test test 2啊 然后呢 wacom 进入这个虚拟环境 bj16 p23 然后直接p3 manager p3 出一个run serv 啊 好 启动之后 然后呢 我们下入了一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呢 就是ifp 出这个 ares啊 ares 然后在这边 我一瞧回车 好 这边呢 就会给我显示出 当前 哎 地区是 广州市 那上 广州市的上级地区呢 是 广东省 下级地区呢 是这个 哎 广州市的下级地区 哎 是什么啊 把它在这个页面上列出来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做的操作啊 就是当我们的浏览器 一敲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就给你返回这样一个 页面啊 在页面里面显示出广州市的上级地区和 下级地区 那么现在你要考虑一下啊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啊 好 这个地址 它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的视图 对吧 那么所以他当用户 他敲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这边就有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视图 那你就需要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定义啊 叫define 哎 比如说我叫做ELS啊 ELS 哎 写上一个request啊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哎 获取 哎 这个广州市的啊 上级地区 地区啊 哎 还有呢 和下级地区 OK 那么这个里面你就啊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获取广州的上级地区 下级地区 好 那么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面当前地区广州市 你是不是也要把它获取出来啊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 你首先 获取 哎 获取啊 哎 获取广州市的信息 那么怎么获取广州的信息 哎 获取广州的信息 哎 是不是就是地区的名字等于广州市 不是就它了吗 是吧 哎 这个呢 你查一下啊 把我们的类导过来 直接导入这个 error info啊 然后在这里面查到时候 是不是直接就是我们的 error info 点 object 啊 点 get 然后呢 这个b 哎 a title 对吧 a title啊 a title 那么等于我们的 广州市 对吧 哎 广州市啊 这是不是就拿到了 然后呢 给你返回这个广州市的 error info 类的 对象 对吧 好 下面有了它之后啊 我要去 查询啊 查询 广州 广州市的啊 哎 查询广州市的上级地区 那么这个你就要看一下啊 查询广州市的上级地区 哎 这个你看一下啊 我们因为给大家说 现在呢 它呢 是一种特殊的一对多 是吧 你是不是要查询一个 跟对象关联的上级地区 那么 仔细的去看一下 我们讲一对多 查询的通过对象查的时候啊 它的那张图 好 如果由一往多查 对吧 那么就是直接 这个类名 下方先set点后 哎 反过来是不是 直接点这个关系属性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我们 通过试去查 它对应的 哎 省 那么是由哪 从哪边往哪边查 是不是由多往一来查 对吧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 对象名 直接点这个关系 属性啊 所以在这边 这个对象名 error哎 直接点这个关系属性就是它的 哎 parent啊 就是这个 a parent啊 你点它的话 这就是跟这个广州 关联的省级地区的一个 对象啊 这里面就是它的 parent啊 然后再往下啊 查询 广州市的 查询啊 哎 广州市的 下级 地区 好 查询跟这个对象 关联的下级地区 哎 这个时候 由哪边往哪边查 是不是由以往多查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 对象点 对应的 多类的名字 set点 哦 那么这个呢 我们现在因为只有一个类 对吧 error一方既是一类 又是多类啊 所以你这边写的时候 就是error info 点 error info 下线set 点 哦啊 这就是查询广州市的 下级地区 比如说我叫Tudry啊 Tudry OK 那么现在我们页面上 需要的这三个数据 哎 是不是都有了 对吧 下面呢 哎 我们要把它展示一个页面 哎 你说要有一个模板 对吧 哎 使用我们的模板啊 那这个模板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先建立一下啊 直接创建一个模板 你有一个 模板 哎 就到 EARS啊 比如说我叫EARS 这样一个模板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关联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他呢 就是我们这个 自关联 案例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里面内容一会再想啊 我先使用它 直接是 Return一个 Rend啊 写上一个request 哎 使用的是我们的这个 播客test 下面的 errors啊 点击点击秒 然后我要把这几个数据传给他 啊 我就传 首先 error我要传给他 当前地区是谁 然后呢 我还要传 把这个当前地区的 parent啊 哎 他的副级地区呢 传给他 然后我要 还要把他的这个 子级地区传给他 就是这个 sure 啊 sure ok 那么把这些数据传完之后 哎 下面要做什么 ur ur 地址配置啊 哎 在这边加上这一项 直接呢 我们说 当用户呢 我们让他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闲出这个页面 那这里面写的是我们的这个 R 哎 上前框 写上一个 errors啊 哎 到了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vils.els啊 哎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自关联的一个例子啊 我们的 自关联 按例 那么这个自关联 按例的话 下面呢啊 地址我们也配置好了 页面上你要控制这个内容的 显示啊 首先 这里面有一个he 显示的是这个当前 地区 哎 这里面 当前地区我们已经传过来了 哎 就是我们的 error 它的标题叫做 title啊 然后 再往下啊 再往下这个he 它的 副极 地区啊 哎 副极 那么 哎 地区 那么这个地区的话 我们要显示副极地区的名字 就是我们的啊 这个 parent 点 A title 好 然后呢 再往下啊 它的下级 地区啊 下级地区 那你要注意下级地区 它是什么 哎 对吧 下级地区是不是有多个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便利啊 ul 哎 直接 for 哎 我们就for error啊 for我们的 chow的吧 哎 因为我们的children啊 然后哎 便利它直接在这边写上一个 underfor 啊 在这里面呢 写上一个li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chow的 点 a title 对吧 哎 chow.attitle啊 那么这边呢 哎 你在这边把这些便利显出来之后 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访问我们这个程序了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呢 有没有启动啊 好 启动啊 就8001 哎 我要访问他 我就直接输入这个127.0.0.1 然后呢写上一个8001 写上一个avers啊 然后你直接回车 好 这里面当前地区 哎 是不是广州 富极地区广州省 然后呢 广州市的下级地区 哎 就跟我们这个例子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个时候啊 在自关联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进行查询的时候啊 我们说自关联本身也是特殊的一定多 所以你要去查询跟一个对象关联的信息的时候 还是要遵循我们上面的这个原则啊 还是要遵循我们上面这个原则 哎 这是我们这个自关联啊 是的 是的 优优独播 evolved